您好 欢迎收看2月2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新城乡举行的原住民族推动 绿能减碳及教育训练交流成果活动 这次引起对象是新城乡辖内原住民族各部落 15个家政班组织 现场学生会特别到现场下家政班员来致意 而乡长和理台他也以阿美族语来向大家来做问候 现场还有展现原住民家政班手工艺品 呈现彼此交流经验 也推广到社区或部落 现场原住民族推动绿能减碳及教育训练交流成果 并且在回南湾餐厅办理 来自乡境内的原住民家政班 各部落15个家政班组织共同来参与 现场合理台中式主义推广 用阿美族的主义向主义问候 在你们的部落里面办任何活动的时候 各位真的是一马当先都是帮忙来做这个助理协助办活动的事务 我真的要谢谢大家 所以今天我要代表新城香港所的团队 现在许中也在把门当中前往现场向原住民家长们帮一门致议 同时也感谢大家协助县府和乡公所推动原住民相关事务 一台乡长的细心破话以及全面的推动 跟地方的说明连结也非常非常的频繁 而我想这个感情是不只是一次一次 而是不断的累积堆叠上来 建设是如此文化传承是如此 人的感情也是如此 所以这位要再一次感谢花莲之所以有五星 因为有你有大家一起洗手同心 配合新城相关署110年度原住民部落干部工作会年度汇报组织印作 加强各部落家政班员妇女基层影响力度 以推动各项政令训练的落实 推广绿能减碳以及鼓励部落妇女们参与以及文化记忆活动 以营造部落环境的提升 而原住民家政班员也用舞蹈和歌声来展现主人们热情洋溢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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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社区部落的发展 提升部落妇女为部落服务的行动力以及热忱 并且加强现行政策法令认知 透过教育宣导活动方式 让广大相信更了解减碳节能节援政策推广的必要信息重要性 进而引发民众的支持与认同感 成为新闻相公所推动项目最大的后盾 记得喜欢新闻相优道